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內地盲料 內地盲料有幾宗消息 司朗那個友誼賽 畢竟是億萬友誼賽 突然告吹 之前我們知道的消息是 他因爲恩霜就不上場了 但是原來真相是這樣的 真相曝光之後 會不會引起大家熱意 我們稍後和大家研究一下 另外 再出現了有村民 因為存了款 想拿出來拿不到的事 現在又引起大家關注 而涉及的金額 是過千萬元人民幣 真是認真誇張 另外 現在又說中央出手救市 又說成城 有很多消息 現在最新的消息 就說有內地億萬地產商 要求員工 麻煩了 你拿你的薪金來救市 如果不是 就會被炒魷 有強姦 沒有被焗到 不是吧 真的 真的 好 那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一齊轉頭和大家一起看完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聽到這些事 真是呆一呆 是嗎 又會這樣 又會這樣 我們和大家看看 這一宗關於 怎樣逼員工 買股票救市 那是涉及什麼公司 究竟是哪間 這麼奇怪 這麼奇怪 原來話說 有一份 就叫做 關於綠色的綠 綠地集團 強制集資 侵害員工 合法權益的舉報信 這個舉報信 就在早前網路上傳開 有位舉報人 自稱是24名這個集團的事業部前員工 指控這間集團強制員工集資 霸凌員工 侵犯員工 知情權等這些罪狀 舉報信的尾端 還有個人簽名 身份證 和手機號碼 那就算了十零舉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挺誇張的 你想一下 如果舉例 舉例 股市不好 然後你老闆跟你說 不行 人人 拿你的份量 全部一定要買股票 那時候 你真是 哭出來的 我要花錢 買股票就花錢 不是這樣花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這個綠地集團 之後立即做出一個回應 關於內媒的查詢 對於部分離職的員工 反映持股相關的問題 公司高度重視 本住實事求是的態度 充分溝通 全力妥善處理 等等 持股相關的問題 現在不是持股相關的問題 現在是夾當的問題 當然他說會妥善處理 話說這個舉報信內容 要求全部的管理幹部 必須購買持有不低於規定金額的 員工持股平台股份 其中 中階正職 含主持工作的副職以上的幹部 在21年底應該全部增持不少於三百萬股 總監級以上的三級管理幹部 應該全部持有不少於六十萬股 增持金額 自己可以想辦法籌 也可以用一比一的配置比例 由集團提供融資支援 你真是反過來 真可憐 總似我欠你錢 這樣做 幫你打工我還欠你錢 這個被譽為富有計劃 有24名檢舉人 就是三級以上的幹部 買了最少三十萬股 一共是多少錢 948萬人民幣 就是在阻礙 真的挺誇張 這個也挺誇張 就是你 可以竟然要求員工 不是理由 是威逼 威逼員工 你自己賺錢出來買 之餘 沒有錢 我借給你 你真是 你比賭場還餓 比賭場還餓 我都不玩 輸夠了 不行 不行 沒有錢 我借給你 說國歸 這樣 這個也是挺誇張的情況 當然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引起 會不會越來越多人 舉報這些情況 可能要看看 這樣 去持有你公司股份 去幫你 領導 是不是套現呢 你想一下 這些可以想到 哦 一到某一期 就要入貨了 市場上哪有這麼多貨 可能老闆 通過 流暢 inconsistency 推高股價 幫助他 那這樣 變相出糧 另一方面 又不可以不出糧 所以你說 真的慘 有時候 這樣也行 這些事件 當然 可以對你們核實 另外 再看看 這則新聞 关于去年6月21日 在零下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出现了特别重大的气体爆炸事故 造成3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 直接的经济损失是5千多万元人民币 就着这件事件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零下银川富阳烧烤店的621 特别重大烟气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官方公布的事故原因和疏散不及的原因 同时也被零下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陈春平 零下银川市委书记市长赵旭暉警告处分 为什么呢? 原来说这件事件 流气爆炸了 由于没有组织疏散 而说到 整栋大厦唯一一条楼梯的通道 也被炸毁严重堵塞 二楼面对街的窗也被堵塞 完全被降制的广告牌挡住了 严重影响人员逃生 导致到伤亡扩大 事发的时候 内地媒体访问当地知情人士 知情人士说二楼的楼梯都被炸散了 由于包装封实了 根本没机会跳到枪 在二楼的人基本上 也不能自己走出来 是靠救援人员救他出来 这件事件 就是导致 为何他们问责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吸收 这些危机意识 得过且过 有他 那些平时消防巡查去哪里 没有人报告 为何可以这样 这个是没有尽力 所以现在就问责 这样说 也是一个警惕 经常说是一个意外 其实我们也不想有意外 但是每一个意外 其实也是 去避免下一次再有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 但是 在防范的时候 不防范 永远也是 事后才来 吸取深刻教训 也不够 我们如何不再避免以后有这些事情发生 才是重点 另外 也看看下一单 下一单 就是说 斯朗 不能够上场的真正原因 这个过亿元的中国友谊赛 突然之间告吹 有人就说他伤 主办方说他伤 但是球迷就不满 就冲击酒店 就说要维权 这件事件 是不是真的又这么巧 飞机撞紫妖 上次 美斯 又是伤 今次 斯朗 一来又伤 究竟背后原因是什么 原来 和另一件事有关 这件事 因为说到内地有一家叫做《长信传媒》 扔了1100万美金 邀请斯朗的球队去中国 打算踢两场友谊赛 这件事件全国轰动 据报5000元的天价门票 也被抢购一空 但是在踢球之前 主办方就说斯朗不舒服 不上场 更加临时取消了两场赛事 也不知道这个友谊赛 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再来 就着这件事件 很多人穿州过省 特意去看这一场球 临门一脚 你才跟我说炒飞机 我真是开你汽水 开你汽水 开你汽水 那当然不行了 冲击 包围斯朗进入酒店 甚至突破警方的封锁线 很混乱 但是 后来有些内地的网民揭发 就说由于不满意 斯朗变成主办方 不知道是否有人用斯朗 这个牌头 为利是图 因为现在内地的很多传媒就开始爆料 原来斯朗不上场的原因 就不是伤 是怀疑受到冒犯 甚至乎被直播带货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可能 有个主办方 邀请了斯朗 然后 他 商大很多的媒体 甚至乎有人 借用这些名气 我们找到斯朗 立即被代言 水 食物 甚至乎 吹嘘到他可以上来带货 或者明明还没有签 还没有确实 然后就利用到斯朗到尽去购义 所以 斯朗就觉得 主办方 有人把斯朗视为这个摇前书 接着就收取天价 叫直播网红 可以出席 斯朗欢迎晚宴 导致斯朗整晚要应付网红 和各方人士签名和要求 只是做这些社交 斯朗已经拒绝了 明明他来踢友谊赛 你知道斯朗挺专业的 平时被人拍到他出去 喝东西吃东西 喝水 吃鸡胸肉 他对自己的纪律性是很高的 你不是来踢球的 你带我来社交 你当我什么 斯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合约 只是叫他踢两场友谊赛 这些可能是后价 后来突然之间 明明踢球 不是 你带我从花园买猪 有空就过来 又要整村人来跟我访问 大家都说要开直播 整件事引起斯朗不门 应该 又话说原来 斯朗效力的球队 原本答应了内地某个大直播平台要求 就说会以球队名义 就带火 想不到 这个平台后来发出的宣传海报 只是斯朗和一名 女直播的网红带头 其他成员就失踪 换句话说 其他人就未必懂 斯朗实识 只是摆斯朗的牌头 感觉上有这个冒犯性 当然了 明明人家是整队 你现在这样被人夹当 甚至乎有一个被人贬 所以就不满意了 所有东西都不去 更加最离谱的其中一件 主办单位有人知道斯朗 可能有轻伤 仍然跟斯朗说 你都要上升 你怎么也要为球迷上去比赛 所以引起斯朗很不方便 完全是违反国际祝壇 重视运动员 伤病的传统 所以就着这件事件 整件事就取消了 好吗?不要听 斯朗 斯朗对他很专业 他不是代言这件事 他推开的 大家都记得 怎样也好 这件事也可以看得到 根本踢波士架 最重要是你的人来到 我可以利用到你的人 利用到你的蜜头 立刻不停的疯狂宣传 为他背后带落袋 那些钱才是找真人 你踢不踢? 你踢不到? 没有表现不关我事 但是你一定要出现那种 给人的感觉 所以有人说 下次还哪有球星来内地表现呢? 这样搞法 另外也要看一下 在河南有一个农民合作社 竟然又是没钱拿出来了 对上次已经有一宗了 人家掃墙发烂砸 究竟那些钱到了哪里 是不是规空公款呢? 因为现在说到 内地很多省市都现在 莫财 没有请 路透社 彭博那些 近日在河南省 樸阳市 华龙区 有多名村民向内媒记者反映 他表示 由二三年五月起 已经没办法再拿回 在他们的岳村镇 文库农民合作社的钱 涉事是140多个村民 一共是过千万元人民币 因为所谓这些合作社 就是用私人名而开 一定是高息 比放在正统的银行 甚至你去拿 方便一些 就着这件事件 有地区政府 因为内媒 内媒介入 所以马上说 现在有金融工作局 市场监管局等等 公安 检察院 法院 全部都介入 所以告诉大家 这种情况 当然 高息 哪有这么大脚 这个其实也可以 引起大家 研究研究 也没有 会不会有人够钱走路 这个才是最担心的问题 另外 我们看看下一宗新闻 你猜 你戴着头鸡 认不见你 又是江头王 什么事 因为国家移民管理局 官方微信账号 发布影片 发现到辽宁大连机场出入境口岸 近日找到一个 入籍了日本 涉嫌非法集资 在网上做非法集资的在途人员 他本身 就是华人 中国人 中国公民 他犯了法之后 走路 走了日本 入籍了日本 现在又回来 然后就逮捕了他 这么厉害 这个外籍人员 他应该不是中国籍 在出入边境站 扮理签证的时候 有位執勤民警 认出他和网上一名在途人员的样子很相似 又会这么巧 他的样子很像他 于是不一路 扮讨论 一路就请求支援 原来 这个逃犯 原来姓孟 在06年到12年 非法吸取公众存款 2000多万 被上海市公安机关 列为网上逃犯 100年前后 他透过投资方式 获日本护照 并取得日本国籍 这次他用了日本护照 回到中国 然后被人拘捕了 所以有人就说 你以为你入籍 就可以了 入籍 日本就不能拘捕你了 他真的很傻 他也算是笨 他骗钱 骗人钱就这么厉害 他也没想过 他觉得 我拿着日本护照 可能是孟子 例如 猜不到孟子 突然弄了日本护照 很长的 例如 举例 然后 回来 又不能拘捕你 好心 你也要不拘捕你的尊容 对吧 很多都是 改头换面 又会这么有趣 想着没有人认得到他 过了几年之后 你也瘋了 接着看看台湾消息 在台湾的总统大选 话说 原来在今月的13日开票那晚 屏东苑有个大学生 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Facebook 专页下留言 恐吓要炸中选会和总统当选人民进党 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会场 哇 恐吓 这样 了吧 这样 台湾警方当然立刻脱落了 那些傻子 你也要这样 一想着 今天不悉 可能不愿意 他不愿意賴清德当选 可能他支持侯友疑 或或是支持阿P 然后 他当选会再扭 在网上说这些东西 很酷 很帅 後來當然是被人拘捕 有很多人在網上的留言是不會動腦筋的 有那句想就說那句 他覺得沒所謂 甚至乎這是我的自由 自由你真是低能 另外講一件搞笑的 你信不信呢 我當然不信 話說近日在內地有一條熱片 真是 令大家很清奇 暫光 有一段有一個村的支書記 他臉紅 坐在長椅上 當時一直著墨 一直亂叫 由於他的樣子好像溫溫彈彈 他就懷疑 看你的款式飲大了發酒瘋 被人拍了出來 誰知道鎮政府人員的解釋 就說這件事正在處理 幾位亦正在調查 這名男子 承認他的臉真是紅 竟然藉口是什麼 沒有 最近天氣很曬 曬紅了他的臉 所以我們也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喝了酒 你這種謊話都說得出嗎 人喝了酒會臉紅 我們知道 我當你這個解釋 勉強過他 讓他都發酒瘋 他可能中暑 所以神智不清 那樣 不是啦 那樣是說笑的 你看他 已經是假裏了 那就垃圾了 這件事 引起大家關注 你信不信他 他真的 曬紅了那個臉 對啊 自己說出來 就被他對 神經病 自己說得多好 喝醉酒 喝醉貓 上班都可以 這個世界真的什麼都有 另外 也看看醉酒的東西 山東 竟然在一個污水渠 一個大型的污水渠裡 有人發現到八雙茅台 立刻引起很多人來圍觀 民警救援隊的人員 立刻去現場打鬧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這麼多茅台放在那裡 內地的飛碟茅台很值錢 內媒報導 原來有工作人員回應 是不是真的有茅台 是的 原來這些酒是裝物 三個男人偷 在浙江慢慢偷到山東 然後放在河裡 是否打算收到河裡 沒有人知道呢 誰不知又被人知道 後來打鬧出來 八雙左右 市值是說 二十多萬 真是很誇張 二十多萬的茅台 就這樣放在河裡 真是奇怪 可能有人說 會不會以為是假的 然後就放在河裡 這個真的不知道 真是奇怪 又會放在臭河上 賊的腦筋 有時候也不明白 另外 這個科目三 相信大家也看不少 在網上的影片 每個人都跳 每個人都要 好像很有型 但是說到這個跳科目三 越來越多人 扭傷了 導致骨折 所以告訴大家 跳還跳 那個舞步其實很容易咬柴 你看到順滑 那些影片 又要加一些字幕 跳得很Smooth 很流暢 看到舞者的腳 基本上是咬的 關節是過度扭曲的 基本上是很容易弄傷的 所以近期很多人學跳 也搞得出事 有很多醫生 專家警告 說這個科目三 由於這麼熱 很多人去學 因為這樣 跳了不是上舞台 而是跳進醫院 扭傷骨折 有很多 扭傷 跳到膝蓋 跳到 蹲不到 所以 醫生說 科目三的盡頭 就不一定是舞台 是醫院 因為你不懂 甚至乎是一個危機 因為這些舞蹈 你想想 你不懂 一會兒 就下班 很容易受損 因為他扭來扭去的關係 這一個 也說到 非專業人士 就不要刻意嘗試 如果不是 隨時 不是跳得不好看 動拐掌的時候 更加想跳 什麼都不能跳 這些 沒有人學 我們就玩 一人玩 我們就玩 看完就算了 不要看那麼多 周圍都是 科目三的影片多得嘔 好了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